港龍航空招聘的新一批建築機師 他們全部都是香港人 羅定山在蘇格蘭讀完大學 回香港之後 曾經在會計師樓工作了一段時間 是學員之中唯一一個沒有飛行經驗 其實在香港開飛機是很惡貴 還有機會很少 所以變了就… 但是即使是這樣 那時我也加入了飛行體驗計劃 是航空會的 那我就有一個小時的飛行體驗 所以我覺得 就是只有一個小時 都可以令到自己更加確立 做飛機師是自己想做的職業 但他沒有因為這樣而覺得自卑 反而認為是一個優勢 因為學校是很嚴格的那種標準 所以我覺得 從一開始就在一間這麼嚴謹的學校裡面 開始學習是… 我覺得是一個優勢 而成為少數女機師的郭佩瑩就說 想做機師很大程度是受電視劇影響 我看電視劇都是關於飛機師的生活模式 譬如做飛機師 你除了是你的知識之外 你的心理、生活 你都要向著飛機師的生活模式調整 對那一方面的了解會多了 對自己 當他選擇是否適合自己 覺得自己飛機師做得是否適合 就會有幫助 他認為女機師最大的弱點就是體力不夠 他相信未來將會越來越多女性投效機師 我覺得開始一向都不少的女飛機師 但就開始普及化了 因為始終現在飛行 當多女生的時候 大家對女生都多了信心 所以會越來越多女飛機師 而負責招聘工作的港龍機組人員資源經理 歐廉英就說 越來越多本地人投效機師 以往很多人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認為開飛機只是外國人的一個行業 自從我們有了這個建習機師培訓計劃之後 實際上本地投效的人 都會跟他們的朋友說關於這一方面的東西 無形狀都是一種宣傳 令到投效的人數多了 再加上電視也有關於飛行的節目 飛行的劇集也都傳播了一個信息 是香港的本地人也可以駕駛飛機 他說機師最重要是思想成熟 和英文水平高 其實要正式成為一位機師 除了要通過60個星期的建築課程之外 還要接受為期半年的培訓 例如在模擬機艙和無載合飛機上接受訓練 才可以駕駛載客的飛機 HELLO 瘋瘋的電視記者 許沛之報道 許沛之報道 可以駕駛地和聲明嗎 在本地上